嗨,大家好,我是利哥呀 今天利哥给大家带来的电影是《人生果实》 风吹落枯叶,枯叶滋润土壤 肥沃的土壤帮助果实慢慢地,慢慢地坚定地生长 人生果实 日本高藏四星城 当你从空中浮往它时 你会看到一偶与众不同的地方 那里郁郁葱葱,那里树木包绕着屋子 那里屋子在绿色中长出 在那里住着一对177岁的夫妇 金端修依和他的妻子英子 有一位建筑师说过 房屋就是生活的珠宝盒 金端夫妇的家里面藏着70种蔬菜,50种的水果 这些便是这座40多年的房屋的珠宝之一 他们保持着落后的生活方式 不使用微波炉,燃气热水器 与朋友只凭信件交流,互相不见面 这部纪录片不仅记录了当时修依与英子 40年来的生活的点点滴滴 也承载了他们对生活的态度 对世界的看法和他们想展示给人们的人生观点 修依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建筑师 她的妻子是一个不论烹饪、裁缝、耕作都会的家庭主妇 他们相识于1950年 当时的修依是东京大学游艇俱乐部成员 来参加国家运动会 由于成员们没有地方住 便在当地的清酒窖住下 而英子是这个有着200年历史造酒坊的独生女 似乎是那马步坐的周爸爸的裤子和草鞋吸引着英子 他们相恋结婚了 哪怕是65年后 英子提起那条裤子和草鞋也会不自觉的轻笑 1955年他们没有举行仪式 而是伴随着日本11月的寒风 在游艇港口举办了一场派对 当时他们很穷完全没有钱 但是在修依只能挣4万日元时 却想买7万日元的游艇 而作为英子似乎感受到修依的愿望 便只想买下那辆游艇 为了解决钱不够的问题 在没有告诉修依的情况下 英子去典当行 典当了自己所有的和服 作为一个生活在传统日本家庭下的英子 她的家人从小教育她要保持微笑努力工作 英子说 每当她想做点什么的时候 丈夫就会说 当然好 听起来很棒 正因为这样 直到结婚 英子才能做了想做的事情 畅所欲言 在英子眼中 修依老了以后特别帅 有时候也会特别倾慕她 她不会大声地说爱她 但是会去尽量做一些修依喜欢的东西 在1955年 修依加入了新成立的日本房地产公司 1959年 随着伊石弯台风的到来 五米高的浪潮将整片陆地变成汪洋 台风过后 他们面临最大的问题是 人们应该住到哪里 如何搬迁到更高地 1960年建造新城的项目开始了 作为当时房地产公司的王牌 她负责设计部分 公司给予了修依自由设计的权利 修依希望通过在山级建造房屋 来强调景观 让居民感受到山的风景和风的魅力 在一次突然消失于公司后 她带来了十张巨大的图纸 罗斯珠波大学的荣誉教授 修依曾经的助手 对于当时还是新手的她 修依带来的图纸就是新时代的设计图 但为了优先考虑经济 为了实现数量导向性建筑 施工部反对了她的想法 改变了建造计划 在廉价土地上建造高楼大厦 这个没有按照她的设想来 而是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进行 最后城里全是一排排的四方建造物 如果你会忘了自己家的位置 这个地方是非人性的 在罗斯先生眼中 金端修依作为一名公司员工是有缺点的 但她却是一名很优秀的设计师 新城的规划让修依很失望 罗斯说我不明白她为什么如此执着于慢生活方式 但我也能理解为何她想远离建筑和城市规划也 在城市中保留自然 让建筑与自然共生 便是修依作为一名建筑师秉承的信念 或许因为新城的蓝图无法实现 她便从自己改变开始 1975年 修依在新城购买了一块土地 为了证明她的想法 个人也能创造森林 如果每家都种树 那么整个社区就像一片森林了 不同于住在新城镇的修依 那些只是制定计划 住在自己城市中 而不是住在新城镇的城市规划者和建筑师 是虚伪的 很平庸 没办法为当地居民带去美丽的城镇 而对于修依的想法 英子从未反对过她 就像修依鼓励英子去做想做的事情一样 支持修依的想法 并且在一旁默默地帮助修依去建造这个森林 不仅如此 修依也让生活更具贴近自然 对于孙女的玩具 也是这样要求的 她反对塑料玩具 她会问孙女花手工制作很多玩具 有一次 花子想要商店里面的玩具房子 修依便为花子设计了一个 并用木板将这个设计实现 而这个玩具房屋 如今依旧保存在家中 修依和英子之间有太多不同 修依喜欢传统的日式早餐 海苔 米饭 竹家鱼 而英子却喜欢面包 果酱 修依喜欢土豆 英子却会因为看到土豆而感到饱腹 但每天早上 英子都会为修依做好她喜欢的早餐 为她准备喜欢的牛肉土豆 为她将水果榨成汁 为她的甜点配上木汤勺 在每次领到退休金后 到城区去买修依喜欢的食材 哪怕是修依去世 她依旧保持这种习惯 将做好的美食 放在修依的一项前 英子做饭的最大心愿 就是修依的那句 好吃 而修依也为英子去做很多 为了英子方便 给菜园和果树制作了提醒木牌 修依喜欢阳光 但却因为英子喜欢远远看着院子 便把餐桌搬远 英子曾经问修依 会不会去思考自己的结局 她很好奇 如果她咽走了 修依会怎么做 修依说 她不会去想 2015年6月2日 修依在除草后 小气后 再也没有醒 英子在修依一体面前 让修依耐心地等她 等她化为灰烬 一起乘船去南太平洋 修依走后英子说 孤单一人并不是很孤独 但我有时候感觉很空虚 我不知道怎么一个人继续下去 枯叶落地生肥土 肥土玉树 船后世 修依一有桃源地 应燃 子爱 隐盛世 在繁华都市不缺少 纸醉金迷 灯火酒绿 公愁交错 但它缺少有 可以安放躁动内心的安静之地 正如近端修依认为的 人剩余自然 也要融入自然 修依曾总是告诉英子 要缓慢而坚定地 做自己能做的事情 就如那棵树一般 每天的灌溉 会换来每天的成长 然后慢慢地 慢慢地成熟 结出过时 我们也要如此 等丰收之际快乐 也会接踵而来 那么今天就到这儿了 我是立歌 愿做灯展 照亮你心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